今天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在美国跟东协召开的特别峰会当中 鼓励东协的成员国 加入美国推动的硬派经济架构 李显龙同时也敦促美国 要在数位科技 供应链等新兴领域 和东协加强合作 并且为成员带来实质的利益 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家来参与 这场美国东协特别峰会 是由美国总统拜登主办的 5月12号在华府拉开序幕 这场会谈是东协成立45年来 第一次在白宫跟美方会谈 由于过去 这些东协领袖曾经多次赴北京跟中方会谈 所以这一次以美国为主场的峰会 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在美中竞争持续白热化之际 更需要一个权力平衡的机制 导致东协已经成为双方争相拉拢的对象 而这一次在为期两天的特别峰会当中 东协各国领袖跟美国的外交 国防还有经济高官展开多场双边跟多边的会谈 美方也预计在本月底 正式推出印太经济框架 试图提供更多的经济诱因 加强跟东协之间的连结 所以白宫在这场峰会当中就特别宣布 他们接下来要对东南亚投资1.5亿美元 其中6000万美元就是要加强东南亚的海洋安全 会由美国海岸警卫队领衔 跟东西国家进行海上训练以及其他活动 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个 到底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是什么 为什么李显龙会公开呼吁其他的东西国家一起加入 难道新加坡确定要选边站正在美国这一边了吗 印太经济架构它是一个美国的全新主张 它的计划就是它要跟印度跟泛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伙伴呢 寻求一个共同的合作目标 希望透过区域整合解决全球供应链短缺的问题 那看起来美国这套伙伴计划是蛮理想的 但是呢因为这种区域协定跟以前那种谈市场开放 或者是关税优惠的传统区域贸易协定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次呢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 它最主要是瞄准了供应链整合还有资讯交流 所以李显龙呢也在这一场峰会当中给出几点建议 第一个他说这个架构必须要具备包容性 希望呢能够给成员们带来实质的利益 你要跟人家谈合作而且还不是实质的准则 而是一个共同的理念 那大家能够为这个理念有多少的共鸣 那有共鸣还没有用 你当然要给这些东西国家有实质的利益 我加入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些 真正对我国家能够有帮助的政策 这样子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家共襄胜举 好第二点李显龙给美国的建议呢 应该合作的范围当中包括了数位合作 包括了绿色经济的合作 还有基础建设这几个领域开始来合作 他觉得这对于东协国家来讲才比较有吸引力 因为这些议题是东协国家比较需要的 所以他们针对美国如果提出这样的提议的时候 就会有比较强烈的共鸣 那他愿意加入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另外如果可以加强美国跟东南亚合作 在人力支援的发展当中呢 就可以把供应链的韧性再拉高 其实哦如果单看半导体的产业版图来看 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美国这么急着想要找伙伴 因为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公布2020年也就是前年 全球半导体市场的版图来看呢 美国虽然掌握了47%的关键技术 47%接近五成一半了 这些专利都握在美国的手上 他们可以说是全球第一 但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关键国家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印太地区 比如说第二名是韩国 韩国的比例20%专利是握在他们手上的 第三名是日本 日本的振比呢也达到了10% 所以您看到了这些关键的国家来讲 如果他们都联合起来 那对于美国来讲 当然希望把这些关键少数给吸引过来 站在自己这一对 中国在半导体当中呢 这个专利位居第六名占了5% 那从这样的排名结果来看 印太区域当然就成为 美国小而拉拢的主要对象了 那既然美国都已经展现出来 小而拉拢印太国家的企图 那当然也得先释出善意 就像李显龙刚才说的 你现在抛出来只是一个意图 只是一个概念 并不是实质上 以前我们谈的传统的优惠贸易 所以你要吸引人家来站在你这一对 当然你要给出一些比较实质的承诺 或者是实质的贡献 才能够让这些东协国家睁大眼睛 所以美方接续去年 在跟东协双边视讯会议当中 所谓的撒币策略 先撒钱再说 那这一次呢 在峰会之前 美国就宣布了 他们要投入了1.5亿美元 做什么呢 在基础建设 在海上安全 还有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 他们希望能够跟东协国家来展开深入的合作 当然在展现诚意的时候 你会发现 美国呢 都默默的排除中国 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美国先后跟菲律宾 跟新加坡 还有马来西亚签署了协议 他们呢 希望在数位科技 在先进的制造业 还有供应链的方面来进行合作 其中在今年3月份 新加坡呢 跟美国已经正式建立了一个新伙伴关系 这个新伙伴关系 他们合作的领域 当然就是非常先进未来的电子科技 比如说像是人工智慧 像是先进的制造业 或者是网络安全 现在美国跟新加坡已经手牵手了 那为了要更积极拉拢印太其他的国家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也说了 今年下半年呢 美国会陆续率领多个商业代表团 到东南亚来参访 那带这么多的商业代表团来做什么呢 当然就是希望能够签更多的协议 加深更多的合作 那美国在这个部分的优势就能够持续巩固 那有哪一些商业团要来呢 好 今年的9月份 他们有医疗领域的代表团 希望呢 在医疗的方面呢 大家能够再进一步的合作 这是9月份的进程 10月份的行程是摆在先进的制造业 有代表团要来到东南亚 另外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还说了 不止这样哦 在明年2023年 美国政府会组织一个最大规模的商业代表团 好 这个商业代表团是要来做什么的呢 他要把整个队伍拉往泰国 泰国呢 也是东南亚国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国代表 那他会把这个代表团呢 拉到泰国来洽谈合作 那后续呢 还会安排行程到五个东协国家来进行考察 除了医疗 制造业 还有商业代表之外 我们来看看 到底在哪一些领域 有一些什么实质的需求 美国可以做到的 我们就来谈合作 另外 李显龙刚才不是呼吁说美国可以从所谓的人力资源方面来展开合作吗 因为任何的产业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人才 怎么样把人才握在自己的手上 民众能够赢在旗跑点 所以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呢 他们现在要开办一个课程 好 来提供培训 美国要开办课程 这个培训呢 就是要专门来协助这些东协成员国的公务员 让基地公务员也能够加强实力 希望美国有什么好处的地方大家可以互相来学习 彼此之间在各方各面都能够加深合作 那您看得出来美国积极的在拉拢东斜对抗中国 有用吗 印太经济架构 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专注于我们制定一个规则 大家一起来做 而不是像以往这种所谓传统的 我们要来谈所谓的开放 准入你让我什么样的产业进去你的国家 你什么样的外资可以到我国家来进行投资 并不是这种所谓开放市场的 所有部分学者觉得 这样的架构其实不太能够完全的吸引东南亚国家加入 因为架构制定的一些标准 对于所谓发展中的经济体来讲 可能门槛太高 通常呢 他会同意遵守这些高标 一定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换来比较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我加入你这个架构那我得到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我可以降低关税 OK那我就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降低关税能够降低我企业的成本 那我加入这个架构才有意义吗 或者是说我加入这个架构之后 我能够得到你美国市场的准入 我原本没有办法跨入的领域 我现在可以跨入了 或者是我可以跨入领域 这个门槛如果降低的话 当然就能够带动我国内的资金活水 但是对于美国现在来讲 他们还算是蛮致力在保护国内的劳工 企业还有市场 所以到底东南亚国家希望的这些 所谓的准入的门槛能够降低 或者是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 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得到这样的发展呢 所以有市场专家觉得 这些发展中的经济体 恐怕在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当中 尝不到什么甜头 所以像是印尼 像是菲律宾 像是泰国 到目前为止 还是外界所称的摇摆国家 就是立朝一下好像要加入 一下觉得加入的意愿不是很明朗 他们现在也都还持续在观望当中 所以您认为 李显龙的带头 他的呼吁 真的能够加速美国的势力 跟东协结合吗 那对于中国的影响 又会是什么呢 请您将您的想法留意在影片下方 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